Hello各位观众老爷听众老爷大家好 我是38岁被中国淘汰的职业经理人Bob 今天聊的一个话题是从浩斯和党妹以及陈一发被网爆封杀 然后集体攻击来看中国全面进入民族主义 对然后后面呢我也会学老罗聊一段关于犬奴主义的那个老罗语录 然后即行表演一下 这两天呢也有一个很大的乐点 然后其实有好几个了 这乐点特别多 有好几个 那我们就先说这个就是浩斯 浩斯犯了个什么事情呢 大家可能看新闻的都知道 没看到我也介绍一下 就是浩斯是效果文化下面的一个脱口秀意论 也是属于高危职业 脱口秀全都是高危职业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碰到对吧 挡的极点对吧 一碰它就流水要高潮 所以这个职业特别特别高危 然后在国内要搞其实特别难 特别难对吧 我们知道的一些脱口秀大师全都跑路了 像连池子都跑了对吧 我们继续说下去啊 然后就说他说什么呢 他说他在上海养了两条流浪狗 类似于这样子的事情 然后说这流浪狗吧 在喜欢抓松鼠 说抓松鼠的时候特别生猛 像炮弹一样的被弹射了出去 然后他看到这两条流浪狗的时候呢 内心就闪烁出了八个大字 作风优良 能打胜仗 好 其实在现场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特别好玩 所以录音上面呢 是哈哈大家都在那边笑 这个我也会贴一下 就是YouTube上面是可以看到这一段现场录音的 但是下了台呢 那些太监 对吧 太监们呢就非常敏感 毕竟几点U一下子被触摸到了嘛 就开始对耗似进行各种攻击 然后就要封杀 然后你看这个标题全都是 哦呦不得了 说把我们伟大的军队 比喻成了两条狗 对吧 不得了啦 这事情 哇塞 然后口诛笔伐 就在那边说 其实怎么这个事情呢 他原话呢 他引用的这个话呢 原话是说听党指挥 作风优良 能打胜仗 你看 对吧 人家台湾都知道说 军队是谁的军队 是国家的军队 这年头能够还不说军队是党的军队的国家 已经不多了 套用老罗的话 估计都是些流氓主义国家 是军队归党管 对吧 那我们这边呢 也坐实了 对吧 中国的军队归党管 要听党指挥 作风优良 能打胜仗 国务院估计管不上 国务院是可能管不上的 只有党能够管得住 这就不大对了 因为毕竟在美国 美国总统也就只能够指挥一个海军陆战队 其他的都需要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批准了之后 才能够调动军队的部署 否则的话 只能够通用总统紧急法案调动个海军陆战队 而我们国家就是党卫军 对吧 党听从军 军听从党 军听从党 所以这事情就闹了非常大 闹了重怒 那其实对我来说 这事情都已经不是什么个大事情 这个是在神州大地上面 可以说是 应该是应该要 将来是随时随地都会上演 然后要逆向淘汰 什么叫逆向淘汰呢 就是说稍微有点知识 有点文化的 都必须被淘汰走 最后剩下来的要么就是犬儒主义者 要么就是什么 要么就是党的喉舌 那些粉红 对粉红宣传 对类似于这种 红卫兵级别的 其他的都必须被淘汰出局 那被淘汰出局的不光有House 还有谁 还有那个党妹 叫机智的党妹 机智的党妹 我特别喜欢这小姑娘 我自从2020年 墨尔本进入了lockdown 因为COVID-19的原因 墨尔本进入了全世界最长的 260天的lockdown 那个时候支撑我 一天到晚 在墨尔本lockdown期间 生活下去的勇气之一 就是党妹 对吧 当然还有call of duty 然后和小伙伴们打得非常开心 和老外组队打call of duty 嗯 党妹 党妹这小姑娘吧 她特别好玩 然后跳舞也厉害 非常认真 之前是美妆博主 但我又不要看美妆 我要是跟我同学一样 比如说什么长宁金城舞 那我还看看美妆 我长成这副猪头样子 我能看什么美妆 当然不要看美妆 但小姑娘跳舞 我喜欢看呀 哎呦 那跳到一个叫好啊 这个小姑娘跳的特别好 而且说点东西吧 和她的团队啊之类的 就特别的真实 嗯 所以呢 她后来就被封杀了 2021年就被封杀了 那为什么事情封杀呢 就说小姑娘跑到那个 旅顺博物馆 去跳一段窄舞 对吧 就本来就是窄舞区的小姑娘吧 跳一段日本的窄舞 呃 叫触碰天空 跳的蛮好的 然后哎 就被民族主义者发现了 啊 你竟然在什么 什么旅顺屠杀纪念馆面前 然后去跳窄舞 你什么用心 对吧 然后各种网上对她口诛笔伐 对 然后就就就反正一天到晚就在骂她 对 然后小姑娘就被迫退网 被迫退网了 然后退网 其实你也知道国内 国内的这个网报特别厉害 而且很多人 反正大家都都吃饱了撑着的嘛 对吧 一看有这个机会 谁都上去踩一脚 所以 所以 渔民嘛 乌合之众嘛 没办法 乌合之众 国内的乌合之众特别严重 所以谁都上去踩她一脚 后来她就退网 退网吧 又把自己所有的作品 哪怕从YouTube平台都删了 其实蛮可惜的 然后把她YouTube平台都删了 现在就看不到她什么作品了 当时我也没有保存几个作品 所以真的很可惜 然后还有一个是谁 就是陈一发 陈一发也是 陈一发嘛 她这个陈一发呢 很早很早的视频 就是在她还没有特别火的时候 然后2016年的时候就录了一个视频 然后在里面就是说 说念一段直播评论 而且还不是她自己说的 是她念一段直播评论 然后就自己再发挥一下 说南京大屠杀呀 日本刀好快呀 东三省不保了 快请冯将军 冯将军呢 不是指那个谁 冯谁谁谁 而是谁 是指冯提莫 去抗日 就说的好玩的事情 然后呢 然后在行音龙某一同平台歌唱比赛中 选手的日语唱的好 对 然后呢 又说陈一发打游戏呢 还把自己的人物名称动作改为参败晋国神社 那时候好玩吗 2016年好玩吗 他就这么说 好 18年的时候就被人扒出来了 扒出来之后呢 就开始对他进行各种攻击 然后呢 那大家其实都很喜欢陈一发 可能大家海外的不知道啊 就是包括我 我那个时候发版啊 之类的事情没事 大家发版之前不都是要等着吗 等那个发版时间吗 通常来说大版本 我们都是晚上11点钟开始发 那你说9点钟QA都测完了 大家谁都已经封版本 不能动了 那那干嘛这点时间 大家都聚在一起看那个斗鱼 斗鱼里面就看陈一发 陈一发聊天水平很高的 他和那个二科 周二科两个人小姑娘 一个们是属于下岗老爷老职工 对吧 黄段子不断 然后二科呢 二科属于村青春小小姑娘 黄段子没有 但是呢 说话呢 这小姑娘就特别有那种人情味 所以呢 这两个频道呢 就是我们一波的老男人就喜欢看陈一发 小年轻喜欢看周二科 两堆人在那边看 所以到了2018年9月份 他是7月份 2018年7月份 陈一发被那个封杀的 到2018年9月份的时候呢 陈一发这边呢 就已经频道 频道已经关掉了 但是粉丝呢 还是有很多很多人纪念他 像我这种屌丝当然没资格刷大火箭啊 大火箭都是有钱爸爸刷的 我这种屌丝刷不上 大家还去纪念 然后斗鱼就说了 这个房间呢 虽然还能纪念发那些道具 但是陈一发是赚不到钱的 你看这平台吧 也没个 我们说还能说起来 没个卵子 没个卵子 没点勇气 当然了 你在共产党的管理之下 你有勇气 你不就是什么 是有知识 有反抗精神的人吗 共产党肯定不得给你好过 所以后来陈一发也被封杀了 但是陈一发封杀了两三年吧 然后去年开始陈一发又恢复了 在优管还做直播 YouTube上面做直播 现在好像每周还是每两周做直播 我有一段时间还喜欢看看 但是后来也不看了 所以真的就是整个中国国内 现在民粹主义 或者说我们说民族主义民粹主义 非常非常的踊跃 然后这其实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因为你想在过去的时候 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么风行的时候 而且是这种超级大体量的大国 是什么时候 在德国日本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大量涌现 司马辽太郎都说了 小偷有爱国魂 日本叫爱国魂 小偷有爱国魂 盗贼有爱国魂 方的是爱国魂 原的也是爱国魂 人人都有爱国魂 只要司马辽太郎说的很好 只要有爱国魂 你做什么都是对的 也就是说 这个就是耍流氓 对吧 这个不就是典型耍流氓吗 只要你有爱国魂 你做什么都是对的 什么都能够把自己身上有爱国魂 来做 来做什么解释 那这东西呢 就是我们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这个东西就更夸张了 爱国魂 也不叫爱国魂 中国这边就不要叫爱国魂了 爱革命爱党 你打人杀人打砸抢 都可以说 这个是文化大革命 所以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那中国又重新回到了这条路上 那德国也一样 德国也一样 德国当时在二战的时候 也有这种情况 就是民粹主义特别特别盛行 而且 而且就是自由民主思想 是在一定程度上面 是斗不过民粹主义的 人家团结起来的力量 速度比你快多了 所以当时的美国1941年参战之后 是被痛打 被到处殴打 在太平洋上被日本打 跑到北非南非那边去 被德国人打 就到处被打 整体西方阵营 自由西方的阵营 是被极权国家 民粹主义国家 民族主义国家 打得丢盔弃甲 对吧 大家都想不出来 为什么打仗 对吧 你让他们打仗 他们还跟你辩论一番 对吧 所以就想不出来 被打得一塌糊涂 然后才缓过劲了 才进入到 暂时紧急状态的情况之下 才缓过劲了 慢慢的慢慢的 才有了敦克尔克 所以中国现在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呢 就说句实话 已经进入到了 比如说文化大革命 和和民粹 就是可能战争发动的前夕 整体来说 社会上面的舆论 都已经给你铺垫好了 你任何的 就是有客观的思想 都是不被允许的 像我做YouTube之前 我是做的小红书 做了差不多四五个月的小红书 粉丝又三千多个人了 小红书特别难做 他粉丝长得特别慢 三千多号人 而且我是知识博主 知识小红书的博主 所以我的粉丝呢 就是那种三十岁以上的 中老年男人的男人 女人都没几个 都是中老年男人 然后结果小红书说 我的价值观不对 把我这个频道弄没了 所以你就知道 中国现在是什么情况 所以我说 中国回到文化大革命 不是没有可能的 包括回到计划经济 不是没有可能 是可能性非常大 为什么你们想呀 从思想上面来说的话 有抖音 有小红书 有哔哩哔哩 有知乎 有快手 有西瓜视频 有字节跳动 对吧 那人民群众的 所有的思想言论 是逃不出这些平台的 你逃不出去的 所以他控制 整个思想言论的效果 非常非常的好 你完全没有办法 和他对抗的 他要 他想要 一个声音 就一个声音 一个意识 就一个意识 一个思想 就一个思想 你不可能在 他的平台上面 看到不同的声音 听到不同的声音 看到不同的画面 有不同的思想 你是做不到的 做不到的 他已经完成了 这么一个闭环 所以文化 文艺工作者 文艺工作者 像 像 像陈一发之类的 他虽然开着 优管的频道 他其实也是被控制的 你看陈一发 到现在都没出过国旅游啊 没有啊 所以他们都是被控制着的 然后在我看起来 就是如果我能够碰到 我一直 其实有一个梦想啊 就是如果我能够碰到党妹 机制的党妹 我就一定真的要劝他 真的出国吧 你在国内混不好的 带着你的那个小伙伴 他党妹有一个 很好玩的小伙伴 他们好像以前 一起是同学 后来就做党妹的助理 对 带着小伙伴 真的出国吧 你在国内 真的 以党妹的性格 和党妹现在的整体的困境啊 他没有机会的 没有机会的 一点机会都没有 所以如果大家 粉丝群里面有人认识党妹的 真的就帮我带 带句话给他 真的想办法出国吧 所以目前 中国呢 就我 我一直说 可以进入到计划经济和文化大革命 然后包括我们很多反贼都不认同啊 反贼都认为我在开玩笑 中国怎么可能进 再次进入计划经济和文化大革命 但实际上 进入计划经济和文化大革命的一切 前提条件都已经具备了 都已经具备了 就看国家什么时候准备进去 就像我说的 你之前进不去嘛 你们经济好 你老百姓手上有钱 对吧 把你搞没钱 你不就进来 是吧 是吧 那我这边现场表演一下犬儒主义 C选项呢 叫Cynics 刚才Cynical也考了一个 这是很重要的GRE词汇 是犬儒主义 是吧 我们习惯上呢 现在英语里面 一般都把它翻译成 愤世纪俗 万事不公 这就是古希腊思想流派犬儒主义 犬就是狗 卢呢 就是知识分子 思想的大师 是吧 犬儒就是狗大师的意思 然后观众就笑了 这个不要笑 本来就是这样 创始人叫安提斯提尼 他的图定呢 就叫迪奥根尼 学哲学的同学都学过 是吧 迪奥根尼跟他们 这一伙派的人呢 就认为什么乱七八糟的生活 都没有意思 提倡了回归自然 回归简朴 好像一个狗一样的生活 这样就导致的结果是 自称是一条纯种的狗 古希腊的人很重重他 不敢把他叫狗 就他很生气 就说我明明是狗 为什么不叫狗 大家战战兢兢的 就在画面加了一个奴字 表示狗大师 是吧 表示对他的尊重 这个概念翻译到 中国来的时候呢 早期的中国知识分子 酸溜溜的 文字周的 翻译成这么一个独特的词 何必呢 就翻译成狗大师 大家都明白 这就是 就是这派的 叫犬奴主义者 这派起初呢 都是些愤世激俗的人 后来理想就破灭了 推变成玩世不公 他们说愤世激俗 和玩世不公表现形式很相似 是不是表现很相似呢 骨子里呢 又是截然不同的 但表现形式很相似呢 对世俗的东西都是讽刺和挖苦 都是这样 尽管这样呢 骨子里面截然不同 愤世激俗的人是激烈的 纯粹理想主义者 玩世不公的 是人是虚无主义者 本质是截然对立的 但表现形式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当我们处在一个不讲理想斗争的一个平庸的年代 是吧 稳定压倒一切的落智年代里面 我们就不再讲究理想斗争了 很多人对这个激烈的理想主义 蜕变呢 就非常的彻底 理想主义者蜕变已经感到陌生了 其实我们生活中理想主义者到处都说 好比我们说对人生事业有理想 就说生活中的普通理想 你总是有的吧 比如说爱情上的爱情理想主义者 小伙子不错 那个在外在都很好 大学四年没谈恋爱 为什么呢 很多女孩子追求她都不答应 为什么呢 因为她是爱情上的理想主义者 坚信有个女孩等了她500年之类的 就不谈了 看到一个女孩就 这个是吧 那个是吧 然后谈彩谈得挺高兴 一个星期以后发现这女孩子 同时有七个男朋友 一个纯粹的爱情上的理想主义者 就灰飞烟灭了 理想就破灭了 由于脆弱 蜕变成了一个彻底彻 彻头彻尾的虚无主义者 结果怎么样 本来抽烟改抽烟斗 是吧 然后留起了长头发和胡子 躲在宿舍阴暗的角落里 一脸阴沉 然后伪障的表情在那儿抽烟 是吧 然后就在边上几个师弟 讨论自己的恋爱的事情 很兴奋 充满着幸福的光芒 但他却闭闭嘴说 爱情这个东西吧 纯粹是胡扯 如此一个星期 约会七个不同的女孩 是吧 最激烈的纯粹理想主义者 容易蜕变成 最彻底的虚无主义者 因为他的理想太蠢粹了 经不起打击 是吧 就是这样 把了逼得吃 这个是我加上去的 把了逼得吃 这是罗永豪 比较特别说的 嗯 不说 我做的 确实是 对 不是 只能有这一项 都内心 这样 希望 都内心 还不寻 他们 都内心 都内心 都是 闭感 我们 eens 我们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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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